嗨,大家好,我是阿瑞 今天要跟大家推薦一個FBS轉切器 而且是我們台灣自己研發的喔 它的名字叫做Sniper 至於烏麥亞推薦的Sniper 我們都知道電腦把我們這集有機 最怕這個,就是外掛層次出現 導致很多玩家越玩越不講玩 好像是同樣的有機 開始慢慢移植到有機主機上面 玩家開始看到有PS字 就開始慢慢回來玩了 家用主機玩這集有機最大的缺點是什麼 一般家用主機沒有自願的鍵盤滑足 可是這個時候Sniper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了 接下來我為大家吃飯如何操作Sniper 大家看到Sniper是它本身的主機 我們現在圍到後面看 這邊是有個Amical 這邊是接PX的主機 這邊是PX的手把 再來圍到正面來看 這邊有兩個英文 上面是滑足,下面是鍵盤 這一點一定要是插隊 因為你擺兩個插板的話 它絕對不會動作了 所以這一點一定要注意 如果有只用Sniper的話 那遊戲本身裡面的滑足 零零度一定要調到最大 接下來用這集遊戲就是Overwatch 就是鬥重特攻 現在大家看的畫面就是 自訂遊戲裡面 我來吃飯給大家看 為什麼聊天會有點不太順 來 我們就用最基本的就是 40兵76 這是大家最愛玩的 大家來看一下 你看我在找 感覺一動就成動很大 雖然是有機裡面可以設定 靈敏度 但是我們在搖桿裡面 還是對我來講 不好操作 一動就動很大 也不好瞄準敵人 對我來講 因為我很喜歡用肩膀滑足去操作 因為用搖桿去玩 因為用搖桿去玩 我覺得 你要我玩 懷顧不要玩賺人 好我現在用 直播的肩膀滑足 給大家看一下移動 你看 左 右 前 後 然後現在給大家看一下滑足 我可以這樣子去瞄 準經的時候 是很好瞄準 打那個敵人 你看 我這樣 就已經遮到它了 這樣子 對於相對的 在這集遊戲來講 使用Snapper 劍法滑足 來操作 這集遊戲是 覺得很好玩的 但是搖桿呢 對我來講 真的不好操作 關於Snapper的設定問題 可以到風範網上裡面 裡面會有一個教你們的操作 那Snapper的 就接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